有小泰国之称的黄金方再过一个多月就会关闭 估计目前八成的商店已经搬离 受访顾客感到不舍 受影响商家则担心搬离后的生意会不如以往 数十人星期天下午聚集黄金方外 在音乐声中与友人一起用餐 他们对这个著名地标即将改建感到不舍 建筑内的商店大多已经搬离 这家业者说会在下个月搬到附近的商场营业 也有商家说目前月租大约3000元 新地点的月租可能比现在高出一倍 因此还在考虑下一步怎么走 业者也说随着其他的商店迁移到不同的地点 日后的生意可能不如以往 拥有50年历史的黄金方多次推出集体出售 由多家机构组成的财团 去年以7亿元收购这栋大型分层地契受保留建筑 并探讨将它改建成综合发展项目 再次推出